她被誉为三国第一美女,也是三国时期曹魏最大的绯闻八卦,更是获得一女乱三曹的称号。 公元183年,珍氏出生于中山无极,经河北省无极县,西汉大司马珍寒的后人,珍氏家族是西汉末期鼎盛一时威震朝野的豪强望族,世代其两千代俸禄的巨首及官职,珍氏的父亲珍义任上财令,也就等同于今天的县长。 家中有三子无女,珍氏是最小的女儿,关于传奇的人物似乎都要伴有神话色彩,才更能凸显她的不凡,珍氏也不例外。 据传,珍氏自幼便异于常人,美之无业,家人总会仿佛间看到有人为其披上御衣,带稍稍长大,途经珍家的名相是刘良,看到珍氏后便言,其女将来贵不可言。 在珍氏三岁之时,父亲珍义去世,年幼的珍氏因为私慕父亲哭得非常伤心,这样的早会使家内和周围的人更加感到他有别于众。 珍氏自幼喜欢读书,博文强制,通小精识,有过目不忘的本事,在本该戏耍的童年,他最喜欢读书,还常常用他哥哥的笔叶写字,哥哥打句他说女孩应该学习女工,你这么酷爱读书,难道长大想当女博士不成? 珍氏却说女子想要贤德,应当以史为鉴,从书中学习前人成败的经验,以此来警示自己。 不读书,用什么来借鉴呢? 一句话对得哥哥无言以对,可见珍氏从小就是很聪明,也很清醒,还很有主见的女孩。 除此之外,珍氏还懂得越满则亏,谁满则亿的道理。 珍氏十几岁之时,寻雄歌剧正值战乱时期,灾荒连年,到处都在打仗。 百姓则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于是很多人家就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,以换取粮食。 当时珍家有大量的古物储备,便趁机收购了很多金银宝物。 珍氏看到这种情形,便对母亲说,乱世求宝,并非善策,匹不无罪,怀必其罪。 这就是所谓的阴财丧身。 现在众多百姓都在饥饿之中,不如将家里的古物开藏阵脊四方相邻,这才算是一种惠及众人的德行。 全家人都认为她说的有道理,于是将家中的粮食全部无常奔发给邻里相亲。 一位慈悲勇敢的名门贵女,早早就为自己积攒下了极好的口碑,而且珍氏还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。 不仅劝说母亲好好去对待她可怜的寡嫂,更是帮助家里打理事务,人美心善且有能干的珍氏,在当地已是名声在外。 公元196年,占据冀州的袁绍,为她的次子袁熙,聘取了珍氏为妻。 婚后的珍氏也是贤良淑德,尽心的侍奉公婆。 公元199年,袁绍打败公孙瓒,任命珍氏的丈夫袁熙为幽州自使,珍氏则留在夜城是否婆婆流逝。 公元204年关渡一战,人气爱好者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,根据誓说西语记载,曹操攻下夜城,想要召见珍氏,但是身边人都说曹丕以劫族先登。 曹操叹息说今年破贼正为奴这样的话,这个奴则被后世解读为珍氏。 再加上曹操有个癖好,就是人气爱好者。 于是也始至终就广泛流传最终演变乱伦的《一女乱三草》的由来,那么关于三草的第三位我们后边再讲。 但毕竟《诗说新语》只是一部小说,不能代表正史。 但从古至今,人们向来喜欢猎奇香艳的戏码,可能这个更符合人们胃口。 那正史究竟如何呢? 我们继续。 曹操不仅没有跟珍氏有暧昧关系, 反而是听说曹操一心想娶珍氏,斟酌了好几个月,等到冀州平定之后,才为儿子下聘,整个流程相当的正规。 没有什么值得被人诟病的地方。 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,说越离谱越离奇,人们才越爱听越爱传。 所以对于曹操跟珍氏的关系,您觉得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的呢? 就这样,19岁的曹丕如愿地娶到了24岁的珍氏,嫁给了自己的仇敌珍氏也很恼火,但是别无选择。 好在婚后,曹丕对珍氏非常的好,好吃好喝好招待,而且对他言听计从。 漫漫的珍氏也开始对曹丕有了感情,还给他生下儿子曹瑞和女儿曹氏吉,东乡公主。 他不仅贤良淑德,对公婆极其尊敬,而且还对曹丕的其他妾室也非常的宽容。 曹丕甚是宠爱他,可他虽得宠,却从不独宠。 他胸襟开阔,时常开导曹丕其他的妻妾,还劝曹丕要羽露均瞻,甚至帮曹丕挑选的很多美女才能十子四望胜。 珍氏不仅财貌双全,情商还很高,他把自古以来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,处理得非常得体到位。 每天除了按部就班的请安,珍氏的婆婆变妇人出身低微,早年跟随曹丕也是颠沛流离,变妇人生病她会亲奉汤药,为其诵经祈福。 变妇人也是夸赞到此真笑赋也。 这种场景不正是每个家庭都追求的美好吗?可就是这样一个聪明善良,温柔贤惠的女人,却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局。 公元220年,曹操病逝,曹丕及王位,六月率军南征。 而珍氏也随着曹丕及魏王之后,失宠的信号出现了,他被留在了夜城,不能陪伴在曹丕身边。 十月,汉先帝善未给曹丕,曹丕称帝是为魏文帝,可是他依旧没有把珍氏接到洛阳,他给了其他几位新宠封了贵嫔,封了贵人。 却唯独没有李珍氏这位正妻,密室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讲法。 魏叔记载的最体面,说曹丕登基后,群臣请立皇后,曹丕对珍氏立后的喜书下了三次,珍氏一切自省于漏,不能够单词重任,又加上已经生病很久,赶首规至辞上了三次。 当时正值胜蜀,皇帝希望等到秋凉时再迎候。 后来珍氏病种,不久便在夜城去世,皇帝哀痛皆叹不移,追赠皇后喜寿。 但后人对这种说法显然不买单,说这显然是在遮仇粉饰太平。 三国治理讲得比较克制,只是说珍氏失宠以后,难免会说一些怨毒的话,传到了曹丕耳朵里,让他不怨,他又有心宠,所以处死了旧爱。 毕竟当初曹丕与珍氏就是见色起义,但也能因色衰而厌恶。 资质通鉴中则认为是曹丕的心宠郭女王,郭女王可是山音风点鬼火的一把好手。 他陷害珍氏,说他在宫中搞乌骨诅咒曹丕,乌骨之术向来是屡试不爽的催命符。 因此圣怒之下的曹丕下指刺死了珍氏,说珍氏在临终前曾做了一首唐上行,道出了其中的心酸。 胡声我池中,其夜和离离,傍能行仁义,莫若妾自知。 意思是,原本柔弱的妇人是要依赖夫君的,可是好景不长。 众口说黄金,使君生别离。 念君去我时,独愁尝苦悲。 意思是,别人用言语来离间我们,让我跟你离别,想到你的离开,是我非常伤心。 想见君颜色,感结伤心疲。 念君尝苦悲,夜夜不能寐。 意思是,被辜负被抛弃的女人陷入了成日成夜的痛苦之中。 莫以豪贤布,弃娟宿所爱。 莫以鱼肉剑,弃娟葱与谢。 莫以马喜剑,弃娟兼愉快。 意思是,男人你不要以为你有了地位,就放弃自己的糟糕之妻。 不要有了鱼肉,你就舍弃了葱和酒。 更不要因为有了高级的麻布,你就忘记你曾穿过的茅草。 这是赤裸裸的劝解,更是控诉。 依不如心,人不如故。 从君至独乐,延年寿千秋。 意思是,跟着你学会了独乐行乐,也学会了保重自己,祝福当中带有讽刺。 描述了他临终前不杂且凄凉的心境。 公元二百二十一年,一代家人就此陨落,十年三十八岁,死后葬于夜城。 那么,关于三草的最后一草旨的就是草旨。 相传草草公寨夜城之后,想取真事的是草旨, 但被曹丕抢先一步,所以曹丕对嫂子念念不忘。 真事去世后,曹丕将真事生前用的玉带金露枕送给曹丕。 曹丕悲心焦急,回封地时路过洛水,想起了真事。 写下了赶真妇后改名洛神妇,这个八卦的始作俑者是唐代的李善。 他在昭明文选做注解是说了以上的说法,意味符合大众的胃口,所以越传越真,后来连真事的名字都改成了真符。 千古明天洛神妇是曹丕对真事爱而不得的证据,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。 事实上曹丕在迎娶真事时,曹丕才十三岁,他们相差九岁,并非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,年龄相仿,更不会有一件清新之说。 在曹丕被封魏王之后,曹丕与曹丕为了王世子之位都有相互的竞争,更何况他也刚凭一首七部诗保住了性命。 在这种情况下还敢明目张胆给嫂子写情书,那他可就是真的嫌自己命太长了。 而且,以曹丕资诸必较的性格,更不可能容忍这种感情。 显然礼善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,但却是人们喜欢听的。 相较于真事,有学者认为,洛神妇是曹丕想念王妻而做的。 据曹卫世语的记载,曹丕妻子崔氏非常的貌美,风华绝代, 只是因为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,被登上高台的曹操看到了。 曹操为了打击世家大族,崔氏一门便以崔氏违反了节俭禁令赐责。 他几年之后,曹执途经落水,有学者认为他便将妻子欲为洛神, 抒发对崔氏的思念之情。 这篇华丽浪漫的洛神父,也是曹执在寄托自己求建功立业而不得的失落罢。 公元226年,曹丕去世,珍氏的儿子曹瑞即位视为魏明帝, 追尊母亲珍视为文昭皇后,又专门为他修建奇妙。 人性就是这样,爱你时轰轰烈烈,不爱你时体时心肠, 任你怎么说怎么做都不会回头。 而且明明是自己变了心,却听不得别人的背叛, 哪怕是谣言也不行, 可不可以。